你怎么啦 干嘛去了 他去厨房干嘛去了 宁总去厨房做饭 为了钱总 能使唤我哥的人 在我心里 那都是和带马大神一样的 嫂子 能不能帮我跟我哥说说 让他给我减点房租啊 来 跟他说说 真是奇怪的一家人 这也太好吃了吧 嫂子 你要不就搬过来 跟我们一块住得了 这样我哥他就能 天天给我做东西吃了 我怎么办呀 你帮子 也不用你们做饭了 留你干嘛呀 别呀 这 晓忆 昨天曹美有动作了 但是目前还不知道去向 你那边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他藏得很好 但是 以我国经贞的实力 把他找出来也就时间问题了 不过我现在最担心的不是这些 通过目前的情况来看 曹美已经逐渐偏激了 哥 嫂子 我现在很担心你们的人身安全啊 对 我给你们准备了一个这个 这是 微型定位器 只要你们带着他 在我们市的范围内活动 这就可以随时监控到你们的位置 并且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 是我牵累你了 但是我一定不会让他伤害你的 我自己来吧 他们 他们都看着呢 转过去 打扰了 看看 我弄疼你了 没事 你别吹 我自己 两位神仙大人啊 你们能不能 饶了我们这些凡人啊 你们可不可以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施展你们的魅力啊 我们这些凡人受不了啊 求你们了 感恩 求你们